今天来做一个超级简单的减肥餐 一份金针菇虾仁汤和一份水煮菜 首先我们先准备好要用的蔬菜 准备把它们切好 具体使用到的蔬菜我把它们打在屏幕上 一份水煮菜 一份水煮熟 一份水煮熟 切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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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仁煮熟后用药酒和盐腌制五分钟 鸡蛋打散备用 在锅中加入少量油,油热后倒入打散的鸡蛋 金属几口出锅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油,把葱姜爆香 加入金针菇炒熟后倒入一碗清水 水煮开后,加入虾仁和鸡蛋 煮两分钟即可出锅 这里的话可以加一点点盐,也可以不加 汤做好后,我们就准备做净脂肠 在锅中加入少许油 煮热后,把切好的鸡蛋放入锅中煎好 煎好后,加点盐后黑胡椒即可出锅 南瓜蒸熟 最后把剩下的菜全部煮好 一份简单的剪吃餐就做好了 再来,边煮好 我们不在一片里 zijn组油 最后把鸡蛋切肠的布 1个是 emotions 致酸 1个是温度 1个是温度 4个是温度 2个是温度 1个是温度 2个是温度 1个是温度 10分 1个是温度 下温度 又温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的链我自己试了一下 非常具有饱腹感 一顿吃下还有点费劲